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张怡怡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 一步一脚印 发现新台湾 今天我们故事主角很年轻 她只有18岁 但是请您仔细地 听她讲的话 看她的生活 她可以教会我们不少事 一年一度 全国青少年志工奖单奖典礼 来自各地30位同学 都是参与不同的志工项目 获得肯定 而他们现在都在屏息一带 最后的临选结果 因为最大奖 是可以代表台湾 到美国与世界各国志工代表交流 来自高雄谢陆竹香 今年18岁 就读台南长荣高中的王俊翰 是当中个头最娇小的角处者 俗话说得好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不是距离 134公分的王俊翰 没有因为自己个头小 就放弃他跟死党 驰骋球场 享受阳光的权利 人小口气大 家人拐子或是运球上篮 俊翰也许没有他们厉害 但这可不影响到 他打球的性质 就补人家的球啊 就尽量抓一小球 他的球友跟他从国小到国中 一路晚到大 同学们爆料 俊翰虽然不长身高 但他长新眼 但是他欺负我 怎么欺负你呢 就是他在捉弄我们 我就讨厌人长高的人啊 你高什么招吗 没有啊 就来暗的就好了 没有啊 18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把妹当然是几个大男生 man's talk少不了的话题 很多女生啊 就跑过来嫁着我啊 就嫁着我逼问 那说他到底是喜欢谁啊 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你知道吗 188啊 人家一定会想 人家很想知道的 188超想知道的 所以我就不小心就是这样 就是被逼的啊 你就爆料出卖他了 对啊 我以为他们嫁着我是在问我耶 就是问他啊 你的对象呢 现在在读 怎么可以讲了 虽然知道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在妈妈的心中 还是不免担心 我说你教 如果你想教没关系 但是不能怎么样啊 要不要妈妈跟你做个 杰杂什么的 他为什么太早了 那个优生保健啊 以车安全嘛 我说什么 这是男人什么 自尊什么什么的 父母的操心 永远跑在孩子前头 俊翰出生后 就一直手脚短短 头大大 爸妈起先不以为意 是他在四个月 一次发烧送医 医生才发现 他不对劲 转介去遗传中心 被诊断出是脊椎软骨发育不全症 也就是俗称的诸如症 属于基因突变 我妈妈只觉得当时晴天霹雳 哭了整整三个月 自我封闭 没办法 这个心问 打不开 这个想法 说我是怎么 成了这种孩子 我以后是要怎么 对他交代 以后要怎么对他交代 那是交之包括 都愧疚担心 跟无法接受事实的复杂情绪 但他没有想过 之所以放不开 其中还有一项最重要的癥结 开家庭美法店的俊翰妈妈 因为客人例句话 毛色顿开 他门亲自问 确实面子问题 就像是千斤顶 重重压着他的胸口 遮蔽了眼和心 他重新沉淀 也开始接触缝法 后来发现 他不该执着在孩子的不足上 转念之后 他决定要帮俊翰 从小建立正面的价值观 好适应环境 更不简单的是 他是从改变自己做起 缩短美法店的开业时间 他说环境不好没有关系 情愿少点收入 也要陪孩子成长 把宝特瓶上小小的塑胶环剪掉 分类在回收后 这些塑胶可以再制成帽子衣服 分类的动作 俊翰从七岁开始做 早就摸得滚瓜烂熟 他每周至少有两天 跟着妈妈来做资源回收 志工的资历已经有十一年 让他在散的循环 散的循环的环境 让他在散的循环 散的循环的环境里面 那个氛围里面成长 对他那个观念是正确的 总是不能陪伴孩子一辈子 与其处处保护 不如早点训练俊翰独立 习惯成自然 尽管现在俊翰高三 恶业繁重 却也没有荒废做志工这一块 持续付出不间断 让他得到很多志工奖肯定 我妈妈就让他很自然 就很放松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 就很幸福 不会像其他爸妈妈 对功课那么执着那么要求 就放很大压力给他们小孩 过来每天看到他们小孩 就是压力很大 俊翰妈妈重视的是品格教育 于是骑机车载着她的背影 都不是赶场补习 而是带着她到处去做志工 除了资源回收 还需帮忙社区里面免费量血压 妈妈用身教教导俊翰正确的观念 就像是即使家中 有这样先天缺陷的孩子 她跟先生讲话 也永远轻声细语 从没有吵过家 大家吃饭 因为我先生真的比我更疼她 她能接受啊 所以我就心里就没有那个疙瘩 刚开始是老人家不能接受 他真的不能接受 都怕她以后将来 不晓得要怎么办 都会担心嘛 后来看她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优秀 很优秀 很优秀 她不是成绩的优秀 就是各方面 她奶奶都觉得说OK啊 现在就能夸她 快乐不再拥有得多 而是计较得少 家庭满满的爱 是俊翰的靠山 妈妈用心地教导对待 已经长大的俊翰 也会贴心地帮忙做家事 来回馈 洗手套要把我藏起来 有戴手套吗 你都有戴手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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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以后讲解心 今天的水不会很冷啊 编洗完 她也边聊起她的梦想 像我同校也是想当警察的 拜托 可是就是因为那些 那些条件因素被绑住 我也想当军人的 可是就是被绑住啊 条件 被条件绑住 如果军人的话 我会觉得她穿一份帅 过来就会很羡慕 所以好气哦 以后我当总统一定要把 一定要限定 一定把那个身高限制掉 不要限制 话中还是听得出 有小小怨恨 确实要长高 是军翰从小死命达成的目标 日记中藏满了他的青春心事 昨天买了 买了 成长的保养品 花了3000块 很贵啊 我还希望能长高到 160就好了啦 160 这心愿是98年写下的 那时候他高一 偏寻各种偏方 也被无数不礼貌的骑士眼光刺伤 我买一根高粱香肠 过来那个旁边是他儿子啊 小弟弟啊 过来还好 那个就是我买完 他就是看我嘛 一直看我一直看我 过来我买完 才刚走出一两步 他就妈妈那个是 应该是大人还是小孩啊 90年 90年还没100 对不对 90年刚好100 过来现在134 就像女生 每天可以量好多次体重一样 俊瀚小时候 几乎天天都来各个房间 这张身高表前报到 记号做到高一之后 就没再继续了 你看啊 大家都已经画到身上面了 你知道吗 医生说通常诸如症 只能长到120公分 俊瀚有134 已经算是奇迹 因为知道自己身高上的不足 因此俊瀚很努力开创 其他强项 参加各式各样校内比赛 奖状被他放在房间 最醒目的地方 因为你得奖 就可以让你的女朋友 知道你多厉害了 你就很风光 你女朋友就很 就会越喜欢你了 她的自信是来自于 我没有嫌过她 我没有嫌过她 我都告诉她 我都告诉她 你是妈妈心目中的 心肝宝贝 虽然是穿人的四肢滑达 但是你头脑不简单 妈妈知道你很棒什么的 妈妈阳光般鼓励式的教育 真的在俊瀚身上 发生作用 打开衣橱 琳琅满目 怎么穿搭 她很有自己的想法 她说她身形已经小 如果装扮举止 再不成熟点 就会被人当成小朋友 跟时下青少年不同 她不爱喝饮料 出门永远只带白开水 这天她要带我们去看她大学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请问一下操场在哪里 操场在哪里 往后走吗 对 谢谢 今年要考大学的俊瀚跟同年龄同学一样 后续得面临出社会找工作的压力 之前她曾经天马行空想过很多志愿 包括想学她的偶像五宝春 学烘焙开面包店 但慢慢的她也认为竹梦要踏实 也想要让一路栽培她的父母请安心 人生就是一场竞赛 而惊喜也往往来的又急又快